哈囉大家好我是冠冠 我相信大家應該都已經被我的標題 或者是封面已經吸引進來了 那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個東西呢 跟我們做實況 可能稍微有一些關聯喔 那這個訊息呢 我是從上個禮拜就知道了 是透過一些其他管道的朋友 有告訴我相關的訊息 然後我自己在網路上查了之後 跟了我們一些實況的好兄弟好朋友 討論之後就拍了今天這部影片了 那我們就直接來看發生什麼事情吧 像我們自由財經這一篇呢 它裡面就寫到 社非法蒐集兒童數據 YouTube 53億天價和解 那向他們提出1.7億的罰還的人呢 是聯邦貿易委員會 我們這邊簡稱FTC 他們指控說 Google因為他們有涉嫌 蒐集13歲以下的兒童資料 然後推動他的廣告業務 而違反了 兒童線上隱私保護法 所以在9月4號的時候 Google就同意支付1.7億美元和解 首先我先跟你們解釋一下 這一段是什麼意思喔 那首先我先搜尋了一下 我們之前想買的雪怪麥克風架 那你看這邊已經有 我有點過的紀錄了嘛 然後我現在登錄我的FB喔 這裡面就會出現 我剛剛點過類似的相關的瀏覽 這種廣告我們會把它稱作 針對性廣告 根據每一個用戶 他們平常所瀏覽的一些產品 然後來向他們播放 他們可能有興趣的廣告內容 那YouTube呢 就是因為涉嫌呢 去查詢兒童的瀏覽紀錄啊 然後向他們推送他們喜歡 可能會喜歡的廣告 就是因為這個舉動喔 才認為違反了兒童線上隱私保護法 所以他們才被判罰了1.7億美元喔 那我們來看這個是YouTube的官方Blog裡面 9月4號那天他有發一個新的文章喔 他這邊已經有強調最初的日子開始 YouTube已經成為13歲以上的人群的網站喔 然後裡面也講到說 像美國的FTC啊 然後他們提出的兒童線上隱私保護法 他們已經正在解決這個問題了 而且也將今天宣布他們的解決方案 他說大約從4個月後開始 我們預設為明年好了 他們會將觀看YouTube上 只要這個影片屬於兒童內容的那些人 增加的數據全部都視為兒童的數據 不管你這個帳戶當初辦的年齡是多少 都會這樣子做 你只要有觀看他們認為 這個是為兒童所做的影片的內容的話 他們是不會對你收集任何的數據 來針對你做投放廣告的動作喔 這也代表這種內容 他們可能完全停止播放個性化的廣告 就是針對性的廣告 而且被他們歸類為兒童影片的這些影片呢 可能不再提供影片下方的留言 甚至是小鈴鐺的通知喔 而且還為了識別兒童製作的內容 創作者還必須要告訴他們說 你們做的這個影片是不是兒童在觀看的影片 但即使是這樣子 他們還是會使用機器來學習 應該是AI吧 來找出他們認為 這個就是兒童影片的影片喔 不管是人物主題 玩具或者是遊戲類 都一定會有這個部分存在 那如果你們看到這個影片 你們想說 那13歲以下兒童就不能看YouTube嗎 沒有 他們有一個YouTube Kips嘛 專門為小朋友提供影片服務的地方 那這個文章呢 我會把它放在我的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有興趣的人呢 可以自己去點來看喔 那以上就是這個事件的相關內容喔 那接下來我會有一些我個人的想法 那我個人認為呢 會在使用YouTube這個平台 13歲以下的觀眾呢 比例一定是不低的 畢竟現在網路的使用率一直在年輕化 真的感覺很恐怖耶 有點像是兒童族群 如果他們喜歡收看 在YouTube平台上面 沒有哪一些視頻的話 那些視頻就有機會 成為他們口中所說的 專門為兒童製作的影片 而且我覺得有一點很好玩的是 創作者還必須主動的向YouTube回報說 你的影片內容 是不是為兒童所做的影片 如果你知道你說是的話 那你的收益大大減少 那請問誰會說是 所以他們後面才補了一句 他們會用AI 用大數據去判斷說 哪一些影片 他們會把它直接歸類為兒童影片 然後藉此針對這些影片呢 不再投放針對性廣告 那我在這邊補充一下 沒有針對性廣告 不代表完全沒有收益 我們還有那一種一般的廣告 只是針對性廣告被拿掉之後 我們的收益會大大的降低 我個人認為 如果收益被砍了一半 也是完全不會讓我驚訝 那這樣你們可能就會知道 受影響的人會是哪些人了吧 可能像我這種小咖 或者是一些剛起步 剛加入YouTube圈的一些新人 再走向全職YouTuber 這一條路會更加的漫長 那這樣請問他們到底要怎麼去判斷 這個到底是不是兒童的影片 我們也真的不知道 也真的是等明年的時候 他們自己定案之後 我們才會知道 像我做的minecraft 有沒有機會列入這個名單 或者是某些手機遊戲 還是什麼現在很火紅的遊戲 如果有很多他們所謂的兒童族群 都跑去觀看 並且遊玩 然後再關注這一個圈子的話 那那個圈子是不是就更有機會 變成他們所說的兒童類別呢 我覺得這個很值得大家去思考一下 那既然他們有大約說 可能是在明年的時候會做調整 那從現在到明年起 之間還有三四個月的時間 我相信如果 你有在做YouTube影片 不論你是不是做實況 如果你的客群 有很大一部分 是含到13歲以下的客群的話 可能稍微都要關注一下 這一次的事件 畢竟他這次衝著某些兒童 可能會專程跑到YouTube這邊來看的遊戲 或者是一些玩具啊 一些兒童可能會有興趣的內容而來的 那畢竟我做遊戲類影片呢 也只有大約一兩年的時間 我相信前面還有更多的前輩 看到這些問題的話 他們影響一定會比我們更重大 那我也希望藉由我這支影片呢 可以讓更多人來討論這件事情 甚至讓更多更專業的人呢 來對這次的事件做出更專業的討論 那我們今天影片差不多在這邊結束 那下方的留言區呢 我希望採取一個開放式的討論 大家有什麼想法 我覺得都可以在下面大家一起來做討論 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跟你沒有關係那也無妨 但是如果你覺得可能會影響到某一些你喜歡的創作者 甚至是為了創作這條路正在力爭上游的人 這一次的事件如果會影響到他們的話 我也希望大家多多分享出去 讓他們知道 明年可能會有這個狀況 那我也祝有看到這個影片的創作者呢 可以平安度過這一次的事件 希望影響不要到太嚴重喔 那我是冠冠 大家掰掰